哈喽,我是小仙,今天来折一个立体的小裙子,可以放在桌子上哦 15厘米正方形纸,先来折出米字之痕 收拢成双正方形 不开口的一侧的边折向中间的直痕 撑开盐压出的直痕折到里面 其他三个边相同方法折叠 折叠完成调整到相邻的面 上面斜边再一次折向中间直痕 颜值痕塞到里面 其他几个边相同方法进行折叠 全部折叠完成沿着调交界线进行裁剪 下面小尖角折向中间直痕 折叠好后沿直痕塞到里面 其他每个角都相同方法处理 下面的小裙子基本就完成了 再取7.5厘米正方形纸折出米字直痕 这条边折向右边斜着的直痕 然后沿这条直痕把尖角向左折叠 右边下边这条边折向左边 然后再沿它原有的直痕向右折叠 左右两边斜边折向中间 翻到另一面 我们来处理上面的小领子 裙子的上面部位剪掉一点点 然后把织好的上衣塞到里面 调到合适的位置 再沾上一条腰带 完成啦 喜欢我的视频欢迎点赞关注评论拜拜